凌晨时分 出租屋内突发巨案 案发现场是谁制造了疯狂与残忍 新婚燕儿 为何会残忍杀死枕边之人 虐恋之伤 忏悔路 正在播出 田师傅 田师傅 您好 您好 您是田小女的哥哥 您好 您好 我是女子监狱教育科的 这天上午 宁夏回族自治区女子监狱的民警 与宁夏新消息报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们一起 从尹川出发 驱车三百多公里 来到了服刑人员田小女的家中 五年前 田小女因犯重罪被判刑入狱 临近母亲节 监狱民警带着田小女对母亲的牵挂和嘱托 特意前来家讯 因为咱们大妈这个说话是不是不方便 然后能不能请您给做个翻译 您是田小女的 二姐 这是田小女的二姐 大哥您好 您是 大姐 大姐您好 是这样子的 就是田小女出了点事情以后 现在在我们女子监狱关押 她现在盼的刑期很长 老人是不是到现在还不知道 也不知道 对 田小女也是很担心这一点 害怕妈妈在家里面 想念她身体变得不好 她告诉我们说妈妈身体也不好 而且也担心家里边说生活困难 也跟我们监狱就是反映 监狱警官反映这个情况了 反映以后呢 我们是今年母亲节 要做这个百民母亲进监区 共度母亲节的活动 然后呢我们监狱领导呢 就说派我们呢过来走访 看看家里边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 另外呢也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看能不能告诉母亲这件事情 然后把母亲呢带到我们监狱 跟田小女见个面 因为田小女的行期很长 害怕以后见不着 如果您觉得能行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件事 告诉大妈了 您觉得可以吗 田妈妈是龙亚人 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 因为身体不好 家人一直没敢把田小女 入狱的事情告诉她 对于民警的到来 田妈妈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而田小女的哥哥 自向民警讲述了母亲 对女儿的思念至亲 对一直在瞒着大妈 就是说是嫁得比较远 有孩子脱的来不了 前一二年 那就是一整天天就不知 天天在哭 这个也就是 也就骗子也就 田小女的入狱 给家人带来了 无法言喻的伤痛 可是平日在家人眼里 孝顺懂事的田小女 为什么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这还要从2011年 5月的那个早晨说起 2011年5月16日凌晨5点 当宁夏回族自治区 吴中市青铜峡市的居民 还在熟睡之时 一个女人突然 从一间出租屋内跑了出来 她急促的呼喊声 打破了原本的宁静 光看了女儿出来了 然后不知道里面啥情况 今天就下着就开始含黑了 这家门口就落下 倒是怎样 闻讯而来的邻居在门口 看到了这个惊慌失措的女子 但当她们赶到出租屋时 却发现屋门怎么也打不开 而屋外的门把手上 也满是鲜血 那么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女子为何会惊慌地 从里面跑出来呢 得知屋内男子可能会受伤 邻居立即拨打了120并报警 当民警赶到案发现场时 受伤的男子已经被送往医院 但是现场的画面 却也出乎了民警们的意料 等我们这个技术院和正常院进去以后呢 尽心对现场尽心清理 勘插 从这个外屋客厅到这个礼物的这个窗上 底下有大量的学籍 第一位置就在他这个礼物 礼建这个窗上 双人窗上 当时水脚这个枕头 枕头的左侧 他这个尤测惊动没 当时可能就溜血 整个把这个枕头和这个窗战 碰散其心的学籍 静更着就是沿着他这个窗上 到这个吉祥 出这个梦的时候 而且这个可能手上都有学籍 包括这个梦框上 枪笔上 都有这个 都有学籍 而且可能一国一到这可听以后 可能就因为溜血果断跌倒了 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血气 原来你水脚不好水 场面很血腥 被人移动这个空虚感 血腥的场面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寒而立 这间小小的出租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跑出去呼救的女子又和伤者是什么关系 这所有问题的答案 似乎只有这个惊魂未定的女人知道 那么贤畅只有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人 尽管我们这个贤畅凶了 他说是商人的就是他 他这个时候还认识亮口子 当时天小女出于这个惊恐 他跟女人一起说话 这是幽弄刺 当时他这个按照他就说是 他就是延绵苦气 这个瘦弱的女子就是田小女 当天早些时候 就是她挥刀砍向了自己 还在熟睡当中的丈夫王宝林 致使王宝林右侧颈动脉破裂 流血过多 抢救无效死亡 那么田小女和丈夫王宝林之间 又发生了什么 能让看似娇弱的她竟狠心 杀死枕边人的 案发五年后 我们在宁夏女子监狱 见到了田小女 提起几年前内奸令 她终身难忘的往事 田小女的折服在心底 已久的委屈和愤怒 仿佛被再次唤醒了 那么 这对当时新婚紧紧 一年多的夫妻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为何会向政府举起了 罪恶的菜刀呢 一段孽缘 他们在围城中两败俱伤 一场争斗 她对丈夫举刀相想 矛盾丛生的婚姻 到底该何去何从 只要有其中 就踢我踢我 也感觉就特别 舍弃的 刚才不对 就跟她喂 然后就流落 流畅了 她吧 虐恋之伤 忏悔路 正在播出 2009年 田小女在家人的介绍下 认识了来自甘肃天水的王宝林 相识仅半个月 两人只见过两次面 就在家人的催促下 匆匆办理了婚礼 因为身材矮小 自卑的田小女 一直对这门婚事忐忑不安 然而刚刚结婚时 丈夫对田小女还算提提 这也让一直提心吊胆的 田小女 渐渐对未来的生活 有了期待 就我从小一直都没有过 我上任播口 妈那些 她们都不知道 是不是傻子 看到那个概括以后 那刻也是挺感动的 从那刻我就觉得 我爸我一切都要交给他 我就说 不管以后变成什么样子 丈夫的温柔体贴 让田小女感受到了 新婚的甜蜜与幸福 她将全部心思 放在了这个男人身上 死心塌地的 憧憬着她们的将来 结婚半年后 丈夫提出 乘报出租车来赚钱养家 田小女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然而没过多久 田小女发现 丈夫渐渐有了变化 开始变得有些神神秘秘的 慢慢慢慢 她开始就是不回家 后面就是开始就是打电话 她是拿手机啊之下 那她老是鬼鬼祟祟祟 比如说跟我在一起做 打完一下 然后她就回出院之间 丈夫的反常举动 引起了田小女的怀疑 可是出于对丈夫的信任 她并没有过分追究 谁承想 丈夫却开始也不归宿 对她日渐冷淡 而钱财的事 也不要田小女过问 她都没拿过来 她的钱我实用错 监护以后 她的钱 她不有什么 我替她的钱 包括监护以后 我要问她 她一个员工资多少钱 说你别我把我 别我把我钱 行吧 包括家里面 买米米 都说的钱 没有没有没有 根本不可能 因为我和他们家 钱在差几次 我一干啥 钱断呢 我钱不了 差几次 我都干了 说是干了媳妇 对吗 我总是没有拿 田小女说 结婚后 她在一家麻辣烫店打工 工资本来就不高 还要担负一家人的开支 丈夫的收入远高于她 却常常向她要钱 一时之间 田小女有些难以接受 两人之间的矛盾 也越来越大 常常大打出手 最近让人老吵架 老打架 我听老吵孩子呢 那个男的经常打那女的 咱们要拨着眼前响眼的 她就打了我妹妹 打了我妹妹后 好多次 她的姓氏 姓氏也挺急 姓氏确实挺急 她的性格也确实 脾气也不太好 我看了就来几天以后 就打了一次 就有个脸 脸都上 就闪出脸 脸都打了 那个打了 感觉自己哄疼转小 打了以后 被鸡妈妈推到那个沙发上 蒙一睡就走了 两人间逐渐加深的矛盾 像一喷冷水 浇灭了田小女 对婚姻的希望和热情 从那之后 争吵成为两人生活中的 家常便饭 丈夫不仅回家的次数 越来越少 甚至 不再接听田小女的电话 正当她对这桩婚姻 忧虑不堪时 田小女突然发现 自己怀孕四个月了 可是一想到 丈夫现在对她的态度 她来不及高兴的心 顿时又有些忐忑不安 对于这个意外来临的小生命 丈夫会接受吗 听到那个评论说 欢迎我那边的心意 也不知道当时 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因为想高兴 因为觉得自己 还是高兴不起来那种 从医院出来以后 直接没有回家 我就去刮场 在那个凳子上 一个人的静静就在那儿坐 然后坐了好长时间 她的这个耐力 她的一次 就不像有这个娃娃 她的一次 用这个娃娃摔这个耐力 但她的一次 被你落打她 她的一次会 用被去打她 被这个娃娃不丢 然后被她当时 就说把这个娃娃打了 不要 我当时心中 特别难受 别说没事 你打了没人 我就是娃娃娃 那又啥 打就打 打花几天就好了 哎呦 你还把你还说的 就我去的 听到丈夫的回答 田小女感到 眼前的这个男人 是如此的陌生 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她竭尽全力地 想留下这个孩子 可是她不知道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才能让丈夫回心转意 无奈之下 她想到了 以死相逼 我就去把那个老鼠 要卖了一瓶 然后我 我一个人说 我说 你要再逼着我 打着孩子 再这样逼我 一个人我就恨我 我不想哗了 真的我不想哗了 她也就是那 喝这个酒 吓唬这个难 像这个难 那能会心 然后你没有想到 你把她的老鼠 好像都是难 不懂于中 把她就躲了 把药片拿起来 把她放 我吃了 给你喝 我那种 你喝 你死了 你白死 你喝去 然后把她放过去 然后把她就走了 然后把她就走了 我就闭着这把 那个药 我就一口气 就吓去了 经过及时抢救 田小女虽然脱离了 生命危险 但是孩子还是没能保住 躺在病床上的田小女 回想和丈夫 这一年来的婚姻 整个人似乎都被掏空了 她感到身心俱疲 我过去以后 她就跟我说 我说她结了一口汗的 就花了二十万块钱 你小祖 你行 你走 就我说 你走 你走 你把那二十万块钱 你给我 不看到 不看到 我不令 结果 说过了 说 变不烈 天小女变不烈 我就觉得 我为她付出了那么多 对吧 我自己的身体 包括我自己 就说流差 都导致我自己 到最后 我的身体不健康 你知道吗 这种 所以我觉得 我一干二净 就这样走了 我觉得是对我不公平 就是一种不公平 知道吗 我就是 被她就说 把我耍了 就当玩具一样 耍了丢了就丢了 知道吗 但我觉得 我不是那个 或是一个生 知道吗 虽然 已经被和丈夫之间的婚姻 伤害得伤痕累累 但是 田小女 对丈夫 王宝林 似乎 还残留着一丝感情 对这段婚姻 还是心有不甘 而且 一想到 家里人 已经为自己 操碎着心 田小女 还是决定 要尽力 维持这段婚姻 因为我一直都不想让我哥 因为我担心 他 因为我在操心 我觉得他们 全是挺不容易的 田小女的家在宁夏 延迟农村 兄妹欺人 在他十几岁时 父亲去世 母亲又是聋哑人 田小女说 自己母亲这一辈子过得 实在是太不容易 因为生活所困 所以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亲生女儿 被送给别人 我觉得 这个我妈 特别哭 我妈真的特别 特别不容易的 然后就说 锁掉我那个姐姐 说我妈都快疯了 她说大 就下大雪 然后就抱着我 把我活得紧紧 就生害爸爸 也给锁掉了 走到那都不知道 让我换回她 把我活得紧紧的 就抱着我 然后说 替着我姐姐 那个小仙 一想到母亲坎坷的一生 田小女实在不忍心 在让母亲 为自己胆情受怕 她决定 忍下所有的委屈 继续这段 貌合神离的婚宴 然而此时 她和丈夫之间 也几乎 唯一有了交流 那段时间 有时候我回去 有时候她 她就说不在 有时候她回去 可能我就不在 一旧就是那种 我心就凉了 我就觉得 那个家一旧就是那样 我说那你就看吧 你觉得那种热熟 你过来 你说他们就这样过来 你会觉得不能热熟 那你走 我要不打扰你 你走 这个女的跟她 她要不她走来嘛 她要没有地方可走呀 一样她没有钱 她住院也没有亲戚 也没有朋友 你要她再走哪儿 我没有人也跟我说 说是 不明白说话嘛 只跟你们说话 也说她 他们两个人就跟 我妈送人的一样 在这样形同虚设的婚姻中 田小女每一天 都过得浑浑噩噩 她不知道这样的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 几个月之后 田小女发现 自己又怀孕了 而田小女告诉我们 这一次丈夫不仅 要求她打掉孩子 竟然还带着一个 陌生的女人来到家中 就是开电视 然后转菜 到时候看她买了水果 她能就坐了两多小时吧 又把这个女的 又带上走了 就再没回来 我接了 我就是接她的一些女人 吃饭吧 这歌舞厅来 来起把走 就跟着走 到前面外走 还个把头个包 这我都接过 从来那妈 在我妹妹跟她说过 在她跟她说过 那肯定就 外面女人 也不想有她 因为这个女人 你肯定捡过了嘛 长得也不怕是太干嘛 鸽子也没有鸽子 反正她听说这 那女人好像还累过 那她没累过 但是娘们也没有捡 我就觉得她就 没把我当人 根本就没把我当人 就是那样 太过风了 然后我再想一想 那个女的 我觉得我最坑的 就是那个女的那一口 我就感觉 我哼子要扑上去 把她 哼子都抓进去 我后来扣回 我说扑上去 我拼命 我要跟她扑 但是我又想 我害怕 我肯定打不过这家 对吧 比我们家 那肯定会把我打死 我小的那时候 我就扔了 自己有孕在身 丈夫却明目张胆地 带着别的女人回家 她们的亲密举动 像一根刺 狠狠地 扎着田小女脆弱的神经 所有的屈辱 委屈 愤怒 与不甘 都一起涌上 田小女的心头 她再也无法忍受 这样窝囊的日子 和丈夫的争吵 也在不断升级 一天 就因为田小女 给丈夫倒的水太烫 丈夫竟然对她一阵 拳打脚踢 我就急实实地站起来 到我个山 然后就就 一脚 直接一脚 就上去踢我 踢我 也感觉就 特别奢气的那种感觉 逃到地下以后 我就感觉我一下 好像 红手就是抖黑了 那种 切不垃的那种感觉 感觉不对 就这个两个力 然后就流落 流差了那种大胆 在一次次的争吵 和殴打之后 田小女 那种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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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忏悔 能否擦亮被仇恨蒙蔽的双眼 时间的流逝能否离合受伤的心理 《虐恋之伤》《忏悔录》正在播出 2011年9月6日 田小女被送入宁夏女子监狱附近 高墙电网阻隔了外面的世界 入独播剧场——《虐恋之初》 入独播剧场——《虐恋之初》 深重的罪孽感、悔恨和绝望深深地困扰着田小女 尤其是一想到自己已经70岁高龄的母亲 对自己的犯罪入狱还毫不知情 田小女便常常情绪低落 以泪熄灭 尤其这个大型期这个复兴学员 一般来了以后 一般都会是情绪特别波动比较大 他一想他那么大的型期 尤其是武器徒刑还要去改判 他这个家境他可能只没有七个人 家里面条件都是一直不太好 从他自身条件他就觉得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自卑的心理 他也很内向 不太善于跟人去沟通 所以在这个入独播剧场改造以后 他就一直比较沉默一些 怎样才能帮助田小女走出困境 用积极正面的思想去改造呢 宁夏女子监狱运用 一人一侧教育改造方法 努力在自卑的田小女身上 发掘闪光点 当民警们发现田小女心灵手巧 有画画和缝纫的特长后 就常常为其提供条件和机会 让她去创作 一来让田小女通过绘画增长自己的自信 二来转移她的注意力 如今天小女已经在宁夏女子监狱 度过了六个春秋 在监狱民警的帮助下 她由刚入狱时的低沉消极 变得自信开朗 积极参加监狱劳动改造 因为表现优异 田小女获得了多次减刑的机会 但是细心的民警发现 田小女的心头似乎还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 总体就感觉她要经常有心事一样的 所以我们观察一会儿 通过了解她的案情 跟她那什么谈话沟通 就是说发现呢 其实她还有很多的心结没有打开 我在怕 就是我见我妈 如果现在就是我能见我妈亲一面 能真正经 见一面就少一面 就是这种 如果就是我现在彻底的不见我妈 如果我妈有一天 有什么时候叫她 我自己也会支撑不下去的 那我会恨死我自己 那我就真的没办法去 让我自己 那我会在心里留下很多一个 所以这是我最恐慌的 也是我最害怕的 所以我说如来如好 我都要见她 考虑到田小女 还有二十多年的刑期 为了缓解她的思想压力 让其安心改造 在母亲节来临之际 监狱方面将她列入 今年的母亲节大走访名单之中 监狱民警来到田小女家中 看望其母亲 并邀请她们来监狱会见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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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未见 天小女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心中 对母亲的思念与愧疚之情 抱着母亲大声哭了起来 作为母亲最疼爱的小女儿 她无法想象 在自己音讯全无的这六年间 她的老母亲 是在怎样的思念与揪心中度过的 妈 对不起 你要好好地回去 好好的 我在这儿 好好地盖着我去 我去抱抱回去了 妈 我对这个我不能回去 妈 你 我听她回去 好好的 不要担心我 你看这里 金瓜都对我很好 我疼 衣服啥都发动 我都好 所以你不要担心 哥 对不起 我让你受苦了 请你们原谅我 真的 对不起 我 天小女家自媚众多 父亲又早逝 于是照顾弟妹 支撑家庭的重担 就落在了天小女的大哥身上 为了这个家庭 田大哥至今未婚 而自己的犯罪入狱 无疑又给原本就不义的大哥 带来了更多的负担 这让田小女愧疚不已 这次让你和妈来 看看我 也让你们放心 要不每次你们打电话 就说我在这里面 吃泡 我受罪 你这这部对我们都挺好的 在这里面啥都是一发 吃的也挺好的 住的各方面都挺好的 把我被警官对我还挺照顾的 所以我也就这一趟 以后回去 以后也就不用再来了 在家里妈妈 你们要照顾好 我在这里面 我就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去改造业 正确 就说找一点 能从这儿出去 所以对不起 我太不自由气了 我心里也特别内疚 你知道我特别难受 你知道吗 尤其是妈这些年 我就特别担心 你到因为妈从药最疼 我知道妈一天肯定想 我知道我不知道我咋会 你默奏一天 好吗 你一直在睡一天 我知道哥 是我现在怎么后悔 也改变不了这个现实 我只有就是要好好 同我自己 努力好好去改造 整个就是以后 到我出去以后 我会因为我行动 好好地去 那时候我也瘦了 妈 妈 我 肉 天也都吃得更好 我 我不是我一天不吃 我就是要 把我瘦一点 好 昨天就吃 好 家人的你觉得 不要担心 你就是妈 你就是说 我能喝一碗米团 我就骂她的肥肝 你以后或者 你给做起 知道了 我会 就我再试试你团 妈妈会照顾她 我会 她还过去 我觉得我走一年 我不希望 真的 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特别会和我自己 所以我对不起你们 全让你干嘛 你们全是都受苦了 我现在我心里会和 我无法为我语言 就不成熟 我心里那种痛 后悔 减强 特别后悔 我无法改变这些事 是我只能去减强面对 就希望你回去 妈妈要照顾好好的 你们都好好的 帮我游戏馆 我六年都没有见我妈 我想跟我妈在这儿 洗个脚 洗游戏馆 可以的 是 谢谢 你游戏馆 是 是 你女儿给你洗个脚 这么多年 所以没有机会 这很难得的 妈妈 这个女儿对不起你 她这么大 女儿从来都没给你洗个脚 今天是第一次 给你洗个脚 妈妈 我真希望 有游戏馆 结果更多 想得给你多洗一次脚 你爸爸养这么大 你女儿觉得 这让你伤心了 受苦了 我真不喜欢妈妈 我这是第一次 给妈妈洗脚 人生中第一次 给母亲洗脚 捧着母亲饱寒 沧桑的双脚 田晓宇 悲痛不已 因为她明白 因为自己 一时的冲动 与执拗 她已经失去了今生 与母亲再相伴的日子 于是 她忍不住 再次通进了母亲怀里 大哭了起来 妈妈 女儿在怀疑 她又在怀疑 妈妈 今天会见的时间 初次会见的时间到了 一个家人到那边 咱们就回去了 是 妈 你要 哥 你们就回去 就好好的 就放心吧 不要再担心 短暂的会见 还是到了结束的时刻 在这段纠结的婚姻当中 田晓宇失去了自我与自由 她要用二十多年的时间 去弥补曾经的错误 然而 亲情却始终不变 希望在母亲和家人的期盼下 能让田晓宇放下包袱 积极迎接新的人生 人性的批判 忏悔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